主席 主委 各位大家好 麻煩主席请一下主委 请是主委 谢谢 主委 首先要问你的是数位会流法什么时候要提出来 对不起 你的数位会流法什么时候要提出来 根文报 其实草案已经开始在演你了 那重要的议题我们已经11个议题甚至征询过两个回合了 最重要是了解 什么时候 我要时间点 是 应该今年一定可以看到完整的法案 今年是什么时候 上半年下半年还是今年过后的下一个今年 因为上次你跟我讲的也是去年时候要提出来 现在也没有 跟我一报告 我没记错的话 行政院的定的进度是今年底要完成数位会流草案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广电三法要先过吗 要 确定 确定 你已经协调好了 我们还在努力 我必须说这不是 那你今年年底要数位会流法要出来 现在说广电三法要通过又不确定 那到底你讲话哪一个是算真的 跟文报啊 这个要大院通过广电三法我们一定全力配合 不是大院 是你要去协调 因为你是主管单位 大院 我们立法院只是你们没有问题的时候 这个你是主管机关 它们的问题在哪里你最清楚 是我们会努力 应该要赶快过 我跟你讲 等你再过的时候就过时了 这个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天心这个服务业 媒体这个服务业 它没有那个保障的时间的 它是怎么样 急速消费的 谁跑到前面去的谁就赢了 谁的服务可以怎么样 超越现有的 它就赢了 它可以提供更多消费者的需求 或创造更多消费者的需求 它就赢了 所以你不能老是在后面追赶 甚至你所有的法规 刚刚我们提到的包括什么吃到饱 三机四机 零零种种的 包括这个OTT 说实在话的问题在哪里 问题是等你汇流法全部做好的时候 搞不好已经怎么样 汇流法已经怎么样 过时了 跟广电三法一样 连修都怎么样 来不及修了 有可能吗 如果法案内容不够前瞻 确实会发生这种事 对 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利益的问题 现在你必须让业者清楚的知道 各退一步 今天你不退 你到最后是怎么样 OTT可以全面把你消耗掉的 你在那边 我到底要不要闭窄或什么 等你讨论完的时候 你根本没有 消费者已经没有闭窄的问题 那是你们业者 谁管谁 谁要赚谁的钱 谁要增广告费 就只有这样的问题而已 你要告诉他们 他们的困境不在这里 他们的困境是怎么样 去跟未来的新兴的 媒体通讯业来竞争 所以及早丢掉现有的 既有的 已经在萎缩的 利益 而且将来可能会怎么样 全面被取代也有可能 是不是这样子 我先说到要点 以影视产业来说 现在近年叫做眼球战争 一定是争取消费者 他在法规上取的任何优势 对他来说 都不是终究的优势 所以刚刚很多委员都有提到的 不管你是要怎么管他 你是吃到饱 这个完全是怎么样 市场竞争机制吧 他可以赚的时候 他绝对怎么样 投入大量的 不能赚 他就怎么样 尽量摆着 那所有的能不能赚 就是消费者 青不青睐 对不对 消费者觉得你好 他就怎么样 他就往前冲 今天如果吃到饱 消费者一算 不划算 那你这个策略就要怎么样 自动就要调整 所以这个部分 我倒觉得 你不要管这个系的部分 大的政策 刚刚讲的 让业者及早分然悔悟 不要再一直死抓着过去的那些 极少数的利益 可能你越抓到最后 你们全部 不是两败俱伤 是全部都俱伤 而且台湾的整个电信业跟媒体的产业 根本没办法发展 这个我们可以预见 从现在我们看到 每一次都重播再重播 你就知道台湾的这个领域里面 已经怎么样 非常大的困境 那么第一个 你没有打开 合作再竞争的一个 你要先基于合作 然后你才有竞争力 台湾毕竟是小众的市场 小国寡民嘛 你能够有多大的市场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我们要有这个管理 我们监督的单位要有这种前瞻性 然后不要一味的去做一个管制 应该听取业者他们的这个 然后带领他们做前瞻性的策略 要不然的话台湾真的是还蛮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几乎是停滞的状况 有的话也都是早眼在现有的市场 能吃到多少钱 就先吃多少钱 所以经常在转换就在这里 而不是一个长久的策略性的 持续的经营 有些人他也想赶快有好行情 他也要卖掉 他转手换别的 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 好不好 是 谢谢委员知道 另外有关这个 刚刚委员也很多提到 就是那个基上核的问题 其实这个是可以跟我们的 推动建筑物电信设备宽平化 来结合 我觉得我们不要再落伍 过度的民主化 有些时候是导致怎么样 步伐缓慢 落伍的一个宿命 因为当初我们没有什么 大家都怎么样 个别朝向一个数位化的方向 像MOD 后来的其他的无限的这个数位化 所以大家就怎么样 尽可能在很短的时间 因为这个媒体是抢十线的 所以会造成这个百家争鸣 就像过去的这个有线电视 到最后只好把它整合出一个 可以怎么样 那个租任的一个单位 就变成无线跟有线的 其实也是大家都怎么样 想尽办法在地方 发展他们的这个服务的关系 那我现在比较建议就是说 那个建筑物的电信设备宽平化 应该规格化一致 而且我们担心就是说 建商可能跟某一家说好 以后就它这个社区就用这个 那你永远都没办法整合 你应该要求第一时间 各家都可以进 那你们哪一个可以提供最好的最便宜的服务 就由管委会或者品质好的 由管委会自己去决定 主委有没有办法这样做 我们已经在研定法规 而且已经 你们研定法规要多久 我最怕听到行政单位这么讲 那你告诉我时间多久 跟文报啊 其实根据现行的电信法呢 我应该所描述的就是现况 就是管委会可以自行选择 宽平服务的提供者 没有 因为你现在没有这样的情形 你现在只要 所以为什么基上河要经常换问题出在这里 你应该要统一一个规格 有办法这样做吗 你不要给我呼嚨啦 我绝对不会呼嚨委员 这个基上河规格的统一的复杂性 比建筑物里面要设光鲜宽平要来得高一点 你光鲜宽平你要全部 那个然后基上河这个部分 你要规格化统一 而且你将来是不管你 你将来的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你要花多久的时间 找这些业者来演你 然后打破各家 因为各家他希望拥有自己的市场 这样才有竞争的机制 才能保住的基本 自己的基本的收费 是 跟文报告至少也有两个方向 一个叫做高阶基上河 其实以后就是加户的宽平入口 那低阶基上和基本上只是把那个 信号从类比改成数位而已 这两个差距非常的大 光这方面的共识可能就要有点努力了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比较希望你们这个光纤的建制 应该是全部都一致性的 好不好 有可能嘛 我们朝着方向努力 好 然后呢 将来呢 就是一个专门的SOP的一个建制 就是只要建筑物那个 那个做光光 那个 那个电信的设备的话 就是怎么样 标准化 到哪里都可以使用 全台湾一致性的 那旧建筑物这方面问题最小 对 那旧建筑物也应该要 希望他们也朝这个方向来做一个 因为现在也只能跟管委会来协调嘛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要求所有的要去建制的 这些电信业的这个设备提供者 都要朝这个方向 统一的规格来做 可以吗 是 我们朝着方向努力 好 那另外呢 我想 刚刚有提到的就是说 你 司机的钱 然后 就是城乡的这个差距的问题 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 这也是一个公平化的机制 因为你 城市里面一定使用的人多嘛 如果你不建制多一点的话 你根本没有达到这个 这个服务的水准嘛 各位保安 我们上次量测的结果呢 发现 反而澎湖等地区的那个传输速率 比台北市要快 我自己也这样觉得啊 因为它很空旷嘛 基本上它阻碍力很小 但是基本的要有啦 所以我觉得这种说法有些时候 我倒不这么认为 我们反而是在很多比较 没有阻碍的这个乡下 因为市区里面大楼林立啊 所以 常常会有一种阻隔的那个 或者是 我不晓得干扰过多吧 或者是怎么样 那 所以 这个部分啊 但是呢 偏乡地区还是很担心 就是说 他们 比如说在山区里面 确实 尤其在救灾 容易发生灾难 游览区 需要随时有通讯设施 来连结的这个部分 你有针对这个部分要求 跟文豫 可以分两方面来说 文豫所说的 刚才所提到的 偏移地区 要的最基本涵盖一定要有 游规区其实是就用量大的地方 容易塞测的地方 要加强 要不然的话 以前像太阳花的时候 在立法院根本就 完全是怎么样 停机状况 那有些 譬如说有些在 同一个时间 在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 下半时间大家都在沟通的时候 你也真的是 非常缓慢 尤其那 那个Facebook 也是这种情况 我们目前已经开放那个 微型基地台的那个简化程序 这一方面应该可以有所感谢 另外就是说 我特别要加强 就是说 容易发生灾难区 或者是旅游的热点地方 应该要多设 好吧 我们国家公园部分 已经有成效了 谢谢